你好我是將尼堅的主題是NBA年度各獎項預測 影片中所有的數據截至2020-7月28號 NBA官方已經宣布年度各獎項的數據以停賽之前為主 也就是複賽8場的數據不列入其中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可以聊聊年度各獎項的名單了 這裡我會分成我自己心中的人選以及我預測的人選 一如往常請大家放輕鬆 因為人人心中想法不同 年度最佳教練 預測跟心中人選都是暴龍隊的NICKNERS 本季暴龍隊在可愛及Danny Green兩大核心離開的情況下 還可以拿下46勝18敗東區第二名的戰績 真的相當出色 更重要的是在可愛以及Danny Green離開之後 球隊並沒有補盡重量級的球星 正宗更多的是年輕球員 而且本季包括Kell Lowry Makassel Cedric Barca 甚至是Pascal Sierkon等球員 出賽場次都不滿55場 所以在傷兵這麼多的情況下 暴龍還可以站穩東區第二名 NERS絕對是最佳教練的不二人選 年度最佳新秀 預測跟心中人選都是灰熊隊的John Moran 比較有熱火隊 而且在競爭這麼激烈的西區 年輕的灰熊可以打進前八種子 是相當不容易的 所以John Moran拿這個獎 應該不會有問題 最佳第六人 預測快艇隊的Montrocy Harrell 心中人選是雷艇隊的Dennis Schroeder 我們先來聊Ruens的狀況 本季他雖然還是送出 18.7分5.7助攻的數據 可是頭來命中率只有4x16 另外場均失誤來到2.9次 所以我個人認為 場均18.6分7.1籃板的Montrocy Harrell 拿這個獎應該是更合理的 而Montrocy Harrell的PER為23.17 Ruens只有17.24 這也是我個人認為Montrocy Harrell 更有優勢的地方 但我自己心中的最佳人選 是雷艇隊的Dennis Schroeder 本季場均19分4.1助攻3.7籃板 另外投來命中率3分球命中率 都是剩下性高 所以我自己是投Dennis Schroeder一票的 但老實說這三人誰得獎都是ok的 因為球隊跟個人數據都非常優秀 年度最佳進步獎 預測人選是熱活隊的Ben Adebayo 心中人選是體股隊的Brandon Ingram 另外我們家綠三軍的Jason Tatton 完全是個人私心 我們先來聊為什麼沒有帥哥 唐七七或崔陽 因為他們的數據也進步非常多 老實說這個獎項 如果要把帥哥唐七七放進來 對很多權人來說是不公平的 簡單的說他太強了 也就是大魔王的概念 像他們這種數據要競爭的 應該是年度前三隊 甚至是年度NVP等等 這對其他權人來說會更公平 這裡我們舉個例子 是否Tim Duncan跟皇上都沒有拿過這個獎項 開個玩笑說 這兩位球員一進NBA就是巔峰期 菜鳥年都有20家以上的數據 實際上Luca Dantich的狀況也是如此 所以我個人認為最佳進步獎 更適合給本來不受到關注 但本季進步非常多的球員 好拉回主題 Ben Adbio目前場均16.2分 10.5籃板 5.1助攻 1.3火鍋 1.2槽球 真的相當全能 另外39場比賽雙十的表現 則是聯盟第七名的成績 他的優勢在於他是各項數據都進步 而不單單只是得分 這也是Ben Adbio最大的優勢 再加上目前熱火隊戰機也相當出色 這也代表著他的數據是經得起考驗的 而不是所謂的刷數據 體育隊的Brandin Ingram也是這個獎項的熱門人選 目前場均24.3分 這是聯盟第13名的成績 火力相當驚人 但他的狀況跟Adbio相比 我們會發現Ingram除了得分之外 其他數據進步的幅度不算大 這也是我個人認為Ben Adbio的優勢 這個獎項我個人還是要在一幫 黃蜂隊的Divontae Grant-Lapiao 從上個賽季的4.7分2.6助攻 進步至這個賽季的18.2分7.5助攻 就算他沒得獎 也希望球迷可以多認識這位優秀的球員 年度最佳防守球員 預測公路隊志姆哥 心中人選是胡人隊的AD 志姆哥目前是聯盟防守效率 以及防守勝利貢獻值 兩項數據的領先者 但我們會發現AD在兩項數據上也排在聯盟前五名 而志姆哥拉下聯盟最多的653個防守籃板 但AD場均有2.4次火鍋 再加上公路目前是聯盟第一的戰機 胡人則是聯盟第二的戰機 所以老實說這個獎誰拿都是沒有問題的 年度最佳總管 預測人選跟心中人選都是Lating隊的San Priest 但熱火隊的由頭會是強勁的對手 本季雷霆在衛少以及釣魚戈鬥離隊的情況下 球隊不但收集相當多的選秀權 而且雷霆在Chris Paul的帶領下 目前已經確定打進季後賽了 所以雷霆絕對是本季最大的贏家 因為球隊不只贏得當下也贏得未來 由頭的部分表現得也相當好 季初受盡Jimmy Butler這位全明星球員 季中在跟灰熊做交易 受盡Jack Crowder還有一哥這兩位封線球員 再加上正宗年輕球員今年表現得也相當好 目前熱火在東區絕對是一支黑馬球隊 所以由頭當然也是最佳總管的人選之一 年度MVP 預測公路隊字母哥心中人選是胡人隊的皇上 從季中開始我個人就表示如果到球季末 胡人隊的戰績可以跟公路保持在三場以內 我一定會投皇上 因為西區的競爭明顯高過東區 實際上三月初 當時胡人打敗體股隊七二人 公路快艇拿下四連勝 在這個時間點是皇上年度MVP討論最高的時候 本季字母哥連續三個月拿下東區最佳球員的肯定 一直到二月才被我們家綠三軍 JaysonTayton終止掉這項可怕的數據 而皇上則是連續兩個月拿下單月MVP的肯定 我們要注意的是皇上是拿一月跟二月的單月最佳 但聯盟三月就停賽了 而我們剛好聊到三月初胡人連續打敗快艇跟公路兩支強隊 所以停賽對皇上的MVP是有影響的 但不管如何公路本季打出聯盟最佳的戰績 這是事實 個人數據方面 字母哥29.6分13.7籃板5.8助攻一超球一火鍋 這張成績單放在哪個賽季都會是MVP的熱門人選 所以字母哥拿這個獎絕對沒有問題 最後聊聊年度前三隊年度一隊皇上得分王James Harden 字母哥一定在名單上 另外兩人我給快艇隊的可愛跟胡人隊的AD 實際上AD不算純中鋒 本季他超過六成的時間打的是四號位 而年度前三隊是由位子來分的 兩個後場兩個前場加一位中鋒 簡單的說如果不是AD進入年度一隊 那就是我家金塊隊的啤酒度進入年度一隊 因為他才是純中鋒位 年度二隊通則小李飛刀 小牛隊帥哥唐七七 棒舞隊Pascal Seacom 熱火Jimmy Butler 中鋒位則是AD或Yokic 年度三隊雷霆隊Chris Paul 火箭威少 綠山軍JasonTayton 公路隊Chris Milton 中鋒位爵士Rudy Gobert 另外秋仁的Joan B本季只打四次場比賽 快艇釣魚哥只打四十二場比賽 所以這兩人不在我的名單上 實際上我非常想排 棒舞隊的凱尾羅里 跟熱火隊的被矮的白友禁前三隊 但怎麼排都會有一株 好 以上就是我自己心中的名單 至於你們有什麼想法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 讓我們輕鬆的聊天吧 好 以上就是這集的內容 希望今天影片你們會喜歡 今天影片結束囉 記得按下喜歡 剛剛分享中部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給個事實 鼓勵喔 更重要是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我是江林 我們下次見 掰掰唷